10月27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行政會前會見傳媒時表示 將在下週展開為期三天的訪經行程 與中央有關部委進步探討會港措施可行性 林鄭月娥提到 為讓香港經濟恢復動力 特區政府早前向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 中央亦給出正面的回應 希望與行政長官就措施可行性展開探討 現在的訪經行程是在下個星期 主要是商討由特區政府提出的支持香港經濟的措施 內容是比較豐富的 所以預計在下個星期將會有三整天在北京 在完成北京的行程之後 就會轉到廣州和深圳和廣東省和深圳市的領導 就是繼續商討有關於 前者就有關於整個越港大灣區的建設 後者就是港深的合作 林鄭月娥說 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 會先去深圳進行病毒檢測 然後再前往北京 隨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使 政治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很不容易 海外風 日本雙重 技術局長 海外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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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